首先给大家念个那个 四十五十种的传承 这个过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学习的话 有些看不看不可能没有传承 所以今天念一遍 是藏文的四十五十种的传承 没有一个学生 就去帮个描述 我用武的传承 在学习里面有些人 需要看不看不看不看看 就做了很多不同的工程 是在学习的东西 就做了很多不同的工程 把你的精力确得到 在学习的上来 年轻人而言 我认为是 对想法要求 我认为是 有一定的血液的血液。 在那里,一只糖尿蒸的血液, 有没有血液的血液。 但那里,一只糖尿蒸的血液, 有没有血液的血液。 那不是首席的? 那我是在阳外的、阳外的蒙、在讨论中等下, 这是很多的我觉得大局, 因为我一直以为要跟他有的那种经识大陪呢, 所以看起来是那么多, 如果我想起来的乳酷的话, 我会想起来一些然后, 建物自然之間的自然而老是和老是在之間以前的修革下的於建物 也就是我的作品 所以其實共同修靜的程度 有所謂的相关的 用來看沒一次 所以目前為何讓他在言中 我本身跟一個項目的主要定的主要定義 我需要所有的主要定義 所要的聖詞作詞作詞 上海 柱和在網上的聖詞作詞作曲 自然而言,olnir in 东京都会出了。 我现在已经有什么样子。 我们以来,微信 null 。 我们以来便宜还会以后。 我们也不能自己。 那么我们去吃了什么。 需要日子很多不來還以為 在想不來,沒有了 所以我能夠在一起 我能夠在一起 我會不知道 我的天是 我想要回到 我會死, 我會死, 我會死 我會死, 我會死, 我會死 我會死, 如果你要去想服用的禁在哪一位 如果你能去想服用它 你能去想服用這些禁的道具 你能去使用什麼禁止 你不是要說要去戶外 你能說不來 你會說什麼禁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教育教育的教育教育系都不会乱执的 毅度 reason,我不想看看這是因為接觸的 我不想讓我看不說 就小心在這上 對中國水平很長ass 直接向西望 然沒有在災ides 災iete者 只可以出現 追蹤 那么 当然 生日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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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e 我和你的朋友们做到了一个信号。 我和我的朋友们做到了一个信号宏。 我和我和我的朋友们做到了一个信号宏。 我和我一起吃饭宏。 我和您今天分享我的信号宏。 我和您一起分享。 我亲爱你。 人家三 bio術 就是100万人之功 在自己的地方就要建议 семь、 ADA 水和惺子 已经被住在一起里顺利 但在學问什么 几个阴巢 没有何后gic 但是我也想 Tú哥也是你 我可以 我的 我想 hin 我 你 你 你要 你 如果 在手中保住大家的陆生 channel city 在这里还要做画面的一些地方, 我们还要说,您给他们做会计划 嘿,我们都要开始做 您在这一期计划不能够一起做 您要做你的呢 您应该做,您要做这些话 您将写和写人商们的参考 要做发做的问题 您要做很多东西正在做权的其中一 但是不做了 您需要的资品 您需要的资品 您需要资品 您需要的资品 的 相耶 一定是 注意 不知道 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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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 当我们在家里面的武器中处理论, 不以前的士兵, 那种使用。 那种可能性的成为的是,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说到要有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选择, 拍照看来都是人身的出色。 只要用飞飞了一些很小的 一些水水会把もの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想要去看一眼,你不想要去看一眼 你不想要去看一眼 欢迎个刚才就发布地心上 现在才开始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布上殊胜的布地心 我们继续讲 苦乐专为盗用 苦乐专为盗用的话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说 我们在世上生活当中 经常不愿意的 不快乐的产生痛苦 愿意的产生安乐 欢喜性 是这样的 那么昨天有一句话 可能大家也应该明白了 我们是经常看着任何一个事情 看着过患 看着过失的话 它就慢慢慢慢喘息 变成痛苦的因 然后任何一个事情 把它当作一种功德 当作一种利益的话 慢慢慢慢 它也变成快乐的因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到底是不是愿意的对境呢 愿意还是不愿意的对境呢 归根基地是什么呢 就是性的执着方式 就是性的一个执着的方式 这一段还是很重要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到底你那个 比如说我们痛苦是本来是不愿意的嘛 就是快乐是这个愿意的 就是大家都喜欢接受的 但是你如果把这样的这个痛苦呢 就是当作是一种快乐的 当作是一种有意义的话呢 虽然表面上看呢 它有点这个粗暴 但实际上呢 就是你会能接受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我们每个众生的一个执着的方式 昨天讲得很好的吧 就是比如说一个亏闹的这个城市的话呢 那么看这个人的执着方式是什么样 如果有些人特别喜欢散乱的话呢 哇这个亏纳的城市呢 特别就是就愿意 就是就一点都不会产生痛苦的 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激进的人来讲呢 就是那你 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都市的话呢 对他来讲是一种痛苦的一种 同样的道理 一个激进的煽动 一个激进的煽动 就外境上没有变的 但是希望一个激进的人来讲 哇这个煽动确实是非常的这种这个束缚啊 就我这里住一辈子的一辈子都可以 如果希望就散乱的人来讲 可能一天都待不住的 就一天都待不住的 就是所以同样的一个外境的话呢 我们同样是两个人 但是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执着方式的不同的原因呢 对对他带来的这个快乐和痛苦都是是不同的 就我们实际上是如果真的有愿意和不愿意的一个外境存在的话呢 谁都看到是应该是这个愿意的 谁都看到是不愿意的 会有这样的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吧 就像我们有些非洲人的话呢 就是可能东方人一看就是这个非洲人啊 就是这么黑啊 就像怎么这样呢 就然后你如果跟他就是住一天住一个晚上的话 那你就觉得有点不一定能这个接受 但是对于东方人的话呢 就是非洲人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一个特殊的习气的话呢 他们觉得你这样的这种皮肤呢 也是特别奇怪的 就是就就 所以如果真正是外境上是有这个愿意和不愿意的 对近的未曾存在的话呢 那谁都看呢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呢 就是的确是有这个这么深深的一个教义啊 就是这种深深的教义的话呢 恐怕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对复乏有因缘的话呢 那就领导别乱 如果你稍微对这个道理呢 就是去思考的话呢 就是的确是这个这个理论呢 就是谁也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折破啊 就是可以说是它是暂停戒铁的 就是应该是一个颠簸不破的一个真理 就是这个道理呢 我们也要就是经常这个思考 就是经常思考 思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传统式的认为呢 痛苦就是痛苦快乐就是快乐 而这种这个快乐的话呢 依靠外境来就对我获得 就是我自己就是依靠外境来这个获得的 然后这种痛苦的话呢 也是依靠外怨给我带来的 就是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但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就是观察的时候呢 其实确实外境对我们带来的这种痛苦快乐 有没有呢 有一部分 就是我们承认是有一部分 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根本的是我们自己的心 就是这一点如果明白的话呢 我们这几天的这个课啊 就是库洛专闻道用 如果讲广的话可能更广的 这样虐的话呢 就是一两天都可以把它讲完 一两节课都可以讲完 但是这里面所描述的内容的话呢 也许是我们迷茫在这样的城市当中的 就是这样的城市当中呢 也许你遇到这个窍诀的话呢 在你的一生当中是也许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的话 都能接受的 如果你真正得到这样的教言的话呢 也许我们可能所学的所有的这些知识当中呢 就是它是最用的 为什么呢 不管是我们学任何的东方的知识 还是西方的知识呢 其实有些知识呢 真正能坚弃我们的痛苦的呢 就是并不是很多的 就是大家也知道 从那个小学到大学 就是或者是博士和 或者你在到国外去留学 但所学到的知识呢 也许可能大多数都是让你增长欲望 增长贪汗性 增长你的这个愚痴的这个性啊 就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后来就是自己的学的这些知识呢 让你不开心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到底有没有 那么这几堂课的所有的这些内容 如果我们翻翻覆覆的去联系的话呢 也许这里面的善善道理呢 就是一生当中就是 获益这个授欠了 就是获益费健 就是会有这样 这就是什么呢 就这叫做是我们思数当中的 心的奥秘 就是心有很多的这种秘密 但是这些秘密能打开的 这些秘密门的这个 这个打开的钥匙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一个传承上师的这个禁钥匙 如果你没有它的话呢 你只是看一看这个外面的蚊子 或者说是你只是 就简简单单的听一堂课的话呢 就是恐怕是不能 就是得到其中的甚深美味啊 就是这一点呢 我们就是仅仅是昨天的这个蚊子的话呢 可能你们就不深入的 不认真的去看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蚊子可能到处都有 就是可能这样认为的 如果你很深深的就是去思考 然后呢就是去谈酒 再加上就是进行修行的话呢 真的确实我们以前呢 就是一直认为是这个愿意和不愿意 痛苦和快乐呢 就是其实大多数是外境给我带来的 但今天一看的话呢 外境有没有关系呢 就是有一定的关系 但最根本的就是我自己的心 我到底快乐还是不快乐的话呢 其实依赖于自己啊 依赖于自己啊 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呢 就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请接着讲呢 就是依靠这样的这种修炼呢 依靠这样来修炼呢 那么心的相续呢 就是会更加的这个调弱啊 我们有些人的不管是佛教徒 不是佛教徒的话呢 心这个相续的话呢 就是一点都是不跳入啊 比如说浮躁啊 就是烦恼啊 还要那个有一些教育啊 甚至特别的这种敏感啊 脆弱啊 等等等等 就是很多的负面情绪嘛 那么如果我们真正是懂得了 就是一切都是 外境都是自己的心 而心的话呢 就是圆灵四边罢戏的 这样的道理如果明白的话呢 自己的心的相续呢 慢慢慢慢地就非常的这个跳入 就像那个什么 我们这个西柱里面 就是这家这个酥油一样的 就怎么样都是是 非常的这个如何 跟就自己的心呢 就是不管是你白天这个做事也好 晚上这个做梦也好 就是都是一个特别这种清净的 就是这是这个跳入 然后心胸呢 就是会更加的这个宽广啊 就是心胸呢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修行不好的话呢 就是心特别特别的这个下载 就是这个也不行 哪个也不行 就是什么的就是容纳不了的 就是如果你就是前面的这些道理 就是修得很好的话呢 那么就是心胸呢就是很宽广 其实心胸宽广的人的话呢 不管处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 应该是很快乐的 就是快乐的 我那天不知道重复过没有 就是我说是我们这个上等修行人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城市里面和这个寄进处都是他的这个道成 中等修行人的话只有寄进处那就是道成 然后下等修行人的话呢 哪里都不是道成 哪里都不是道成 哪里都是特别烦躁 就是像那个萨迦格言里面讲的嘛 就是如果这个什么骏马的话呢 就是在什么在城市里面的话呢 就是很稳顺的 然后老虎的话呢 就是在寄进的山里面也是很粗暴的 就是所以说我们信啊 就是有些人说啊 我在这个什么寄进的地方 记得带来多少多少年 就是其实你带了多少年 也是心的相续没有跳入的话呢 哪怕是你一辈子坐在山洞里面的话 出来的时候肯定会要人的 就是因为你老虎也是这样的 老虎也是一辈子都是在寄进的山里面 就是他基本上是 对吧 所以日本有个参词叫做蒙川过世吧 就是他说是 眼里又成三界债 心头无事一窗旷啊 就是旧宽 这意思就是说 这个如果我们眼里又成的话呢 就是确实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特别的下债 就是下 如果心中没有什么事的话 那就是 那我们只有这个 就是这个一个窗啊 一个窗的话呢 就是他觉得还是这个 非常的这个宽广啊 就是什么 这个若无事件挂心头 辨知人间好事迹 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没有什么的话呢 就是整个人间都是 特别的这种开阔啊 就是就特别就这种 这个光阔啊 就光阔无垠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容易相处 那么这样的这种 这个痛苦转为道用的人呢 不管是谁都是容易相处啊 就跟谁都可以相处 跟领导也可以相处的 跟这个仆人也可以相处的 跟这个话呢 很好的 但是情商呢 就是不这么搞 就是这个确实是 我们有些人就可能真的那个 就是自己跟谁都会矛盾 就是这样不是很好的 就是应该是更容易相处 然后内心呢就是勇勇啊 就是内心不会那么脆弱的 遇到什么事情呢 是特别的这种害怕啊 就是经常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当中 而且这种人说 修行也是修行不成功的 就是就如果你那个 就是痛苦转为道用 修得很好的话呢 那内心很坚强的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对他来讲呢 太软面对 就是修行人还是有差别的 有的时候我都跟那个 包括我们发信人员的话呢 有些人说 反正说话的时候都是特别害怕 就是就动看细看 就是就不知道经常什么 就是就像那个 什么耶稣吃草一样的 就是就有些下马鹊的话呢 就是也是他就吃一点 就往这边看 就这样 我们一般活在这个身材当中 也并不是是战转连带 就是就没有必要那么的 单转性径 就是就对吧 就是就特别的这种 没有安全感 就是实际上不管什么事情 如果心很淡定 心很勇敢的话呢 就是那么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呢 就是他也是非常的 这个有这种淡定的境界 就是他不会就是一直 特别的这种摇晃不定的 不是这样的 然后修行就是无有违缘 就是一切恶缘的话 现象大击大离 就是那么这种人呢 就是修行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违缘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可能每个人呢 就是真的看那个 你的修行一定违缘没有的话 那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心很坚定的 痛苦 不怕痛苦的人呢 修行当中不会有违缘的 就是如果你是心特别脆弱 就是今天这个事情很担心 明天那个事情很担心的话呢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老鼠跑来跑去 就是也是睡不着 就是特别特别伤心 下大雨也是很害怕 就是然后听到类似也是很害怕的 反正什么事情都是对他来讲 是一种违缘 就是修行的违缘 今天是因为身体不好就违缘了 明天是跟道友吵架 就是又变成违缘了 后天因为吃的不好而变成违缘了 再过几天天气不好 就是又变成违缘了 然后最近就是情绪不好 就是又变成一个违缘 然后家里面出事情又变成一个违缘 请问好友对你在电话里面说你不好听的 所以我们这个不单定的人的话 就是什么处处都是违缘的 如果你互专闻道用的话 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 就这样的话 所有的别人觉得这是一种不激励的事情 但是对你来讲是修行的专闻道用 我们虽然都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 可以说是从我来到这里的是三十多年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般 就是很多人是难以想象的 很多事情都我们经历了 但经历的话 我们每一次都是把它看出是一种这个随缘 就是我们用智慧来面对的话 也许可能很好的 包括我们个人的话 在人生当中也是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 可能一般的有些人的话 真的遇到这种事情 你不要说是修行 不要说是什么做活法迷生 就是连自己的能不能撑下去也很难说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很坚定的 就是这样的话 那么都应该可以超越一切 而且恒少命尽快乐 心满意足 那么就这种我们上面如果有这样修炼的话 恒常都是心情是很安静的 不管遇到什么的话 就是这个心就是温柔泰善 不会摇摆不低纳 就是特别紧张啊 就是爪矿啊 就是心里疯 就是这种烦乱啊 就是不会这样的 就是真正有这些经济 有修行的人的话 哪怕是遇到什么的话 就是他就觉得说 就是机会来了 就这样的 然后而且心满意足 就是什么事情的话 就是自己呢 就是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就是有满足感 就这样的话应该是很好的 比如说一个人 他就得到这个 我儿臣这个弯气啊 这样的话 可能悲观的人一看 啊我完蛋了完蛋了 我今生我怎么办怎么办 如果一个乐观的人 哦我还可以啊 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 还应该可以的 我现在好好的这个 准备一下后事 就是然后好好的 就这样就是特别淡定的话 那这个是真正是一种 这个修行的境界 所以做事的修道 就是这样的开架是必不可少 就是我们这个做事啊 就是什么那个 无作恶事 奸作也好 烦恼作也好 宿命作也好 现在我们很多不太好的这个世界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看到新闻都是 今天这里发生红尘 明天哪里就是发生战争 这里文艺 哪里这个饥荒等等 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这样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坚强的意志的话 很难熬下去的 很难就是超越的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做事的时候 就是的的确确 就是这种修行境 互专为盗用的 这样的这种开架 就是是不可缺少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法王如意宝也好 很多传承上是 他们是这个经历的是 比我们就是更 就是无法相像的一些这个时代 就是但是他们的这种 坚韧不拔的这种 这个开架也好 这种意料的话 一直是没有这个被歪怨 就是这个摧毁 就被没有摧毁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传承上师们的弟子的话 我们不敢说是像那个小叉叉一样 就是所有的这些功德 我们都具足 但我们至少在修行过程当中 在人生当中的话 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违缘的话 都把它转成一种这个道用 然后就不要被这些违缘 然后就放下自己的这种修行 就是这样的话太可惜 所以一定要就是坚强的活下去 坚强的要这个修行下去 就是这就是我们每个修行人 应该就是做的事 应该做的事 那么那个是怎么说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脆弱的痛苦 不仅是其他的这个痛苦 就是都变成了这个冰气落地的士兵一样的 而且就是基本也是 疾病的话 就是也是基本上就会自行消失 就是这个是 如果我们真正是自己 就是没有这种脆弱的痛苦 我们最可怕的就是脆弱的痛苦 就不管是男中也好 女中也好 有些女中还是算是比较坚强的 就是男中好像看起来 身体都是很这个就比较高大 就是就非常这样 但是心很脆弱 不像看起来一样的 看起来吃的也是多 就是就大概是好多的这种 就吃的时候都很不错的 然后身体也是很高的 但是性呢 稍微遇到一点点的时候 就是我都有时候跟这个 就开玩笑说 就是你们这些笑女孩 就是笑女孩就是为什么 可能我这样说可能有过失的 但是呢 确实心很脆弱的 就是就遇到一点点的时候呢 就开始放弃了 要往现在没办法 其实我们实际当中 很多的伟大的人呢 就是他遇到任何事情呢 就是不放弃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就很多人就是 他们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有些人呢 他遇到一点违缘的时候呢 就是他不会就一次而放弃 不会一次而这个生涯犯性的 我都经常借助我们的这个 学院当中的有些看部门嘛 每年都是论志嘛 但是他论了就是两年以后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很多人的发心啊 就不愿意发心了 已经就是匹匹不堪了 就是以后找一个修行的地方啊 就是有点累了 刚开始的是就是这个信心十足啊 一定要原来有两个看部 就是负责那个财务的 就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 说那个啊 我们这个财务的话呢 就是为了慎重负务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那个拉萨 就是要做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市场 就是然后在心灵就是做一个市场 然后四大县要做一个市场 我们说这个可能就是你发愿是很好的 但是确实有点这个 到时候有点说不会来 可能有点有点累 就是先把我们内部的这个 这个拉萨市场就是如果做得好的话 就是可不当时很不满意 就是觉得这样太小了 就是一定要如何如何要扩展 就是然后过了这个 就是四五年七八年以后的话呢 就是就是连这个都好像有点 嗯...不想发心 所以我们认啊 有时候真的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尤其是发心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都特别有这种希望 有热情就是意乐 但是到了慢慢慢慢 就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话呢 可能不管是发心的意乐也好 包括弘法宁生也好 很多方面就是会有一种 这个退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有时候我们学佛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学的时候啊 你们这些学佛为什么不精进啊 就是你还去刷八字哪有时间 一定要关系宿命无常 就是这个都是我理解的 就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我们当时那个发王如意宝 我们这边都是那个时候 刷八字时间不长 就是很短很短的 但是我们都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就是不应该这样 有什么可刷的 就是这样的 那后来好像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是有时候可能刚开始的这种热情 就是还是会有变化的 就是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脆弱的心 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那其他的这个痛苦啊 就是包括这个别人对你的诽谤也好 别人对你的侮辱也好 所有的这些痛苦的话呢 就是没有能力了 他们是就像变成什么样呢 就像一个士兵就是他手里的墙啊 刀啊这些落到地上 就是落到地上的话 那你的这个士兵的话呢 也是一般的人就是 那你作战的话呢 连武器都没有 就是怎么会给别人这个战胜呢 就没办法的 就像所以这些所有的违缘和疾病的话呢 对不脆弱的人面前来讲 他是非常的这种无礼 就是鬼祟也好 怀怨也好 痛苦也好 这些人 而且我们有些生病的话呢 如果对病不怕 不脆弱 这种人的话呢 疾病也是在基本上是自行消失的 现在大多数人到医院里面去检查 然后有些都是还没有 不该进医院 尤其进了医院以后 说是这个治病到底是什么呀 看看医生我会不会死 看看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那有些有些断定的人的话呢 就是说是这个病情很严重 没事 怎么样治就治 治不了也是我就随时圆寂 就这样自己非常淡定 这样的话呢 好像那个病也自然而然 因为你的心态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就是这样的话呢 自然而然这个消失 就是消失 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呢 就是前辈的很多的这个什么就是大德们啊 就是也是这样这样说的 就是说 就去这种了 这样的 谦卑大德们是这样说的 任何人由于无不喜欢 无不快乐 而心不烦暖的话 由于心不烦暖的原因 风不温暖 因为我们心还是心情很好的话 它身体的气满明电比较正 这样的话 身上的气 风不会温暖的 因为这个原因 由于身体其他的大众也不会温暖的 如果我们的风调得很好的话 那火大也好 水大也好 地大也好 其他的四大也不会不调 其他四大的话 其实我们这样的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是有明显的感觉 就是马上气出来吸气 就有些人在打电话里面 就是生气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说明他的这个风 就是就开始 因为他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个风就开始已经有点温暖了 然后因为风这样的风打的话 其他的这个四大也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的 而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是有四大伙伴嘛 就是他们一起的这个身体就是不调了 由此的话 相续处于心 如果这个四大不乱的话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经常处于心不烦恼 然后经常处于一种快乐当中 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个外境的话 就是尽量的 当然我们修行人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达这种的境界 就是所以虽然我们有些人皈依了 就是也有些人已经出嫁了 有些人已经学佛了很多年 但是呢 我们可能学的是有点 这个确实是没有特别很好的去修行 如果没有特别很好的修行的话呢 理论上当时我们听的还是非常地认真 但是这些理论如果结合到自己的心的相续 真正能调拨我们的烦恼 肯定会是有一定的距离 有些人讲 你怎么听了那么多课 你还有烦恼 你还怎么生气 你还怎么有心里不开心 这个是通过修行来断的 并不是是间接来断的 如果间接来断的话我们可能会明白 烦恼是有什么而产生的 然后痛苦是有什么而产生的 道理上是明白的 间接上是我们明白的 但是间接上只是理解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证悟 如果真正证悟的话 那就是在这个证悟的基础上 还要去修行 修行以后的话 完全是发融入心 就像得到一地菩萨那样的证悟 然后再继续修到的这些菩萨那样的话 我们彻底就能断除这些烦恼 当然我们作为藩故人的话 理论上是明白的话 不一定是马上能在这个事迹当中去兴致 但是知道和不知道 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可能以前确实是因为痛苦的原因 我就是心里可能不开了 就是因为风不跳 风不跳就是四大不跳 四大不跳的话 那么心就是处于一种 特别的这种教育当中 但如果我有这些窍解的话 当我整个身心 整个四大不跳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根本的原因 还是我自己的执著 还是我自己的这种修行 有一定的原因 这样的话 他这里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体确实是 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是老得特别快呢 其实经常教你心情不好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有些人心态很好 心态很好的话 即便是在非常煎熬的这种环境当中 但是他也是从整个身体的这种变化也不独 以前好像那个 黑人那个曼达拉 他的专辑当中说 跟他一起入监狱的这些人 出来的时候 其他人特别老 特别可怜 然后他的话 就一点都没有老 包括他的头发都是黑的 当时是这样说的 就是 所以一般入了监狱以后的话 就是很多人都是 就是突发是 当然现在可能有些是 还没有入监狱的时候的 突发就是用那个黑色的那个什么 就发 发有是吧 叫什么 啊 诸有啊 不是染发嘛 就是他用 可能有些人染发的 然后监狱里面没有染发的机会 就是可能就把突发原型就拜了 就这样的 有些人好像 你住了这个 就一两天就出现的时候 就开始突发都拜了 但心态很好的话 即使关在监狱里面的话 那他的突发都不会拜的 就是从那个曼达拉的一些介绍里面 就是讲的话 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跟这个身体和什么这个心呢 就是还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就是不喜欢 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就是闹得特别可怜的话 你经常就是应该心态要 这个调整得很好 如果你心态调整得不好的话 那你用什么现在的就是最好的 什么这个茶莲油也好 就是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什么叫什么 就是那种 反正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自己睡了 就每天都是在面上下功夫 但是也没有用的 因为你的心态就特别特别的焦虑的话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出现这个睡了的 如果你心态真的很好的话 就像山里面的有些修行人一样 山里面的有些修行人的话 虽然不一定很好 虽然都不一定很好 但是他可能一方面可能有自然界的一种养分 还有自己心跟法融入 这样的话他的这种快乐的这种论不断地旋转 应该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他这里也是心相许出于不凡乱的快乐当中 下面讲一个比喻 就像是背上有伤口的这个骂也好 还有这个绿啊 就是这些这些畜生啊 那么如果就是住这个飞禽呢 就对 他们的话呢 就是因为背上有伤口的原因 就是这个上面有一些飞禽的话呢 就是他们还是有机可乘的 就这个意思是可能你们有些没有经验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骑骂 就是让以前骑骂的时候经常那个骂上的案子 如果不是很好的话呢 就是在骂的背上呢 就是经常有上课的 然后跟这个牦牛上就是拖一些心理的话呢 有时候这个拖的东西太重了 比如说这个拖的什么木材啊 就这些 或者是他的这个案子 就是因为牦牛背上呢 就是也有加一个案子嘛 那个案子如果弄得不好的话呢 就是在那个牛的背上呢 就是也经常弄一些上课 那么弄上课的话呢 就是一般的一些乌鸦啊 稀缺啊 就是他们都特别喜欢就是跑到那个 就是牛上去那个吃 就是 然后牦牛特别害怕 就是自己这个 就是如果背上有那个的话呢 就是他也很害怕的 然后就如果他背上没有什么的话呢 就是他们也不害怕 就是很担静的 同样的道理 就是如果这些驴也好 就是骂也好 他们的背上呢 就是有伤口的话呢 那什么这个乌鸦当当就是 他们是对他是有机可乘的 同样的道理 有恐惧感的人呢 就是他们呢 就是贵神呢 就是容易容忍 容易呢 就是信息而入 这些贵神呢 就是很难害到什么样呢 就是一直坚强的人们 因此呢 就是自当所说的道理 应该可以了知 以前那个《九杂皮语记》当中呢 就是讲到 有五个人有一次经过一条路 然后那个时候中间 风雪降价特别难行 然后他们就晚上住在一个破庙当中 其实这个破庙里面 有特别灵的一个圣 有一种贵圣 里面是有一个好像木头造的圣像 然后木头造的圣像的话 当时那个四个人 他们觉得是没什么 应该是没什么 然后有一个人特别害怕 这个贵圣会可能害我们 在那个时候 贵圣准备害那个人 这个贵圣也是很 他们其实是跟人一样 对坚强的人面前 他们还是很害怕的 然后这个时候刚开始他就害怕 后来因为这四个人都不怕的话 他们觉得是 这个人觉得我为什么怕呢 后来他的意志 也开始见谅起来了 他就不怕了 他就不怕的话 那这个贵圣无极可从 就是那个破庙 他们好像把那个苏生都受坏了 但是这个贵圣也是没有 所以他们可能贵圣是 确实是有时候跟这个无神伦的人 还是比较这个 以前我们藏地的话 有些什么圣伤啊 就是这些 因为无神伦的话 他不相信因果 就是他们就随意摧毁 随意摧毁的话 有些特别灵的这个庙啊 什么山神的话 就是对他们也可能没办法 以前也有这种这种说法 就是我们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鬼神啊 特别害怕这样的话呢 确实有时候是 也是对我们这个 还是有几个课程啊 就是有几个课程啊 就是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个 《大虚共章菩萨述文经》当中 也是讲了就是心啊 就是若心呢 就是有间隙的话呢 就是那么心呢 就是则摇动 那么因为心就是摇动的缘故呢 摩则各变啊 就是那么因为我们的心呢 就是自然而然就是 他有这种这个脆弱啊 或者是有担心啊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出现 我们世界的民间也是说 这个怕什么的话呢 就是出现什么 就是赖什么 就是你如果怕 就是这个人会不会失去啊 确实这个人会失去的 怕你觉得是 我的这个东西 我今天呢 就是会不会遇到鬼啊 就是我会不会遇到什么的话呢 你确实也会可能遇到的 因为很多都是我们的这个心里显现 心里显现的话呢 就在你面前也会出现这样的 就是所以呢 如果我们心有一些空隙的话呢 那么心因为摇动的原因 就是可能梦呢 就是也是非常这个欢喜呢 就是一般般般若经当中也是这样的嘛 就是心就是特别脆弱的人 然后心呢就是摇动不定的人 这样的人的话呢 就是那么贵世呢 就是包括外面的一些山神啊 对他遇害呢就是很容易的 就是很容易的 就很容易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 什么怎么讲的 怎么讲的 就是心心若缺露 心心若缺露 就是说如果这个乌鸦就是遇到一些死完了的蛇的话呢 就是乌鸦也是很英雄的 就像是大鹏一样的 就是确实我们有时候看到乌鸦就是对已经死完了的蛇的身体的话呢 他就就就就就开始这个掉来掉去就是会这样的 因为他发现就是这个蛇已经死了的 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心很脆弱 没有什么那个 就没有什么心理的这种人的话呢 那小小的一个违缘的话呢 就是对他就是特别容易摧毁 本来乌鸦是特别胆小的 大家都知道的 如性人里面不是这样的吗 就是对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要是一点都不英雄 但是呢 他就只要遇到死色的时候就是他可以英雄 就像大鹏一样的 就像大鹏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心很脆弱的话呢 那任何这个烦恼 任何痛苦 任何那种违缘的话呢 他也是在我们面前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变成了像死的那个蛇一样的 就是没有没有忘记了 我都已经没有忘记了 这个时候小小的违缘都是在你面前的 就是出现像大鹏一样 就是就开始去践踏你 就摧毁你 就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 真的需要就是勇敢起来 我都是想 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都是 还是应该说是他的意思是非常的这种英雄 就是他的英雄呢 他并不是拉着枪跟什么跟地人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用一个智慧的枪呢 就是他在所有的这种 在修行的道路上的话呢 他就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些外缘的话呢 都已经搭配过的 所以我们以后呢 就是在人生当中 就是还是要有一种自信 就是不要就是 我这个人是很可怜的 很暴灭的 我完蛋了 我的一生都是非常不成功的 我就自己对自己就是有许许多多的 这些负面的这种定义啊 就是那这样是不是很好的 就不是很好的 所以这里呢 就讲到了这些窍诀啊 接下来呢 可能今天这样的稍微多一点啊 就是你们就 不要给我定时间 不然的话我就 也不要看时间 也不要定时间对吧 也没什么看的 反正晚上就是会去 也不用干这个飞机对吧 一直坚强的人就是 目中也不能这个 对吧 下面就是讲 因此呢 就是诸位智者发现一切苦乐 就是依赖于自己的心以后呢 会在心上呢就是寻找快乐 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智者和愚智的这种快乐 和痛苦的这个判断方式呢 就是不同的 就是所谓的智者 真正有智慧的人 有这个修行的人 就是有修行的人 这些的话他们发现什么呢 我们在这世间当中 所有的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其实它是最主要 依赖于自己的心的 然后依赖于自己的心以后呢 他也想寻找快乐的话 就是从心上寻找 就是欣赏 因为哭和乐的就是最根本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心 每一个自己的心的话呢 那你要想获得快乐的话呢 你从自己的心上寻找 自身呢就是具足快乐的因缘 所以不会依赖于外境 就是你自己是完全是像大宝藏一样的 就是你要想怎么样呢 这个从感情上快乐的话呢 你也是引有尽有的 如果你从这个金钱上想获得快乐的话呢 你也是是引有尽有的 如果你是在这个地位也好 就是其他方面快乐的话呢 你也是引有尽有的 你全部都是应该是你自己拥有的 当然这种快乐的话呢 最主要是归根基地呢 还是有一种满足感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那因为你这样满足的话呢 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呢 就是已经过得很开心的 对吧 如果你不满足的话呢 就是确实这种快乐是很难得到的 其实快乐就是一个满足的性 因为我们从隐名和这个俱舍轮当中讲的话呢 它是一种事物啊就是乐数 乐数当中呢有一个乐数 是意识方面的乐数 还有这个身体上面的 但身体的这种数呢 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人呢 就是这种乐数啊 就是一定要依靠这个心来 就是才能了知的 就像像心理学上面讲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根啊 就是五根的这个手的话呢 就经常讲这个什么这个 实觉啊 修觉啊 然后触觉啊 还有那个智觉啊 就是就全部都是用那个觉来说的嘛 但如果我们从隐秘上面讲的话呢 那么就是焉事 二事 必事 僧事 这些的话呢 就是它没有真正的这个分别量的觉 就是它只不过是一个明白的一种性 然后全部都是依靠我们的心来就是判断 我快乐 我这痛苦 比如说我身上的这个触觉的话呢 我支持这个触觉它自己是一个无分别的 无分别的 然后最后我说出的是快乐的触觉呢 还是痛苦的触觉呢 就是依靠分别量来就是开始增加的 就分别量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乐觉 乐的这种感受也好 就是痛苦的感受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分别量 我们的这个分别量呢 实际上是它也有一定的这种习惯性的执着 如果它的习惯性的执着 认识它的话呢 我有一种满足感 内心当中有满足感的话呢 那就快乐就自然而然来了 如果你没有满足感的话呢 确实是快乐是对您而讲 就是也特别耀眼的 我们那个《一教经》里面还是什么讲的 就是自主之人 随我地上有为安乐 然后不自主者呢 随处这个天堂 就是随处天堂 一不成一 就是说自主的人呢 就是虽然卧在地上的话也很快乐的 你看有些乞丐啊 有些牛郎汉的话呢 他们就常课啊 就是特别快乐的 而我们不自主的人就是 哪怕是积千丸的那个别墅里面的话呢 他也是就是特别的痛苦 就是一直哭着啊 所以不自主者呢 就是随复而平 而自主者呢 就是随复而复 就是内心里面 我很喜欢那一段 就是你们看一下 看那个经文里面 就是真的这里面给我们讲了很多的窍诀 就是我们自主 自主少语 佛教里面就是讲的是自主少语 自主少语的话呢 很多人认为是 啊 自主少语 是不是精简方面自主少语 其实不仅仅是自主少语 这是一个精简商 所有的他的这个内心的欲望呢 就是都需要有一种自主 比如说你的肝心上的话呢 你觉得说啊 我还可以 就是已经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自主 这样的话呢 就是 那你不管是跟这个谁接触也好 就是得到谁的话呢 你已经有了这个满足了 如果你不自主的话呢 现在好像有些明星啊 就是有些的话呢 就是因为 就是他自己不满足 就是自己不满足的话呢 一个人就是也 最后就是也是这个 非常痛苦 就是然后跟一些人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一些人一起的话呢 也很痛苦 又换了一个人 又换了一个人 换了多少人的话呢 最后都是非常不成功的 因为他就是不可能给你带带了你所满足的这种 这个所需要的 那同样的我们这个感情的这种一般的这个实践 就是所谓的感情的话呢 不自主人也是永远得不到的 地位的话呢也是这样的 你得到一个这个副科长 那么得到科长的话呢 那是副科长 副科长也要到剧长 剧长也要到剧长 剧长也要到 还要一层一层的也要上街 得到一个市委书记 不行了 我要到调到什么镇更高的上面去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没有满足感的话呢 你的地位就是永远都是对你来讲 是一种不快乐的因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资助少女的话呢 不仅仅是一个五指上 我们还有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灵呢 就是很多有一种满足感的话呢 你的这种快乐就是可以获得的 所以作为智者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说是 所有的这些快乐呢 就是依赖于自己 依赖于自己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是 我自己拥有这样的这种快乐 也不会呢 因为这个原因呢 就是他就不会照在这个外景上 也不会被任何的 有情和废有情呢 来这个加害就是侵扰的 就是因为你自己 前面我们第一 刚开始的这个文章的开始呢 也讲了嘛 有情和无情的话呢 因为你很自作的 你很淡定的人呢 就是他们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损害 而死亡的这种快乐呢 也会一直伴随着 就哪怕是这个死的时候呢 就是快乐一直伴随着你的 就是有些人修行的话呢 你病得再怎么样啊 就是最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一辈子都是乐呵呵的 一辈子都是过得很快乐的 真的我们人当中 还是有差别的 有些人是什么都就是可以 包括我们观一些工程 好 这样做可以 没问题 这样那还可以了 我什么都还可以 没什么问题 好吧 那就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那什么都可以 有些人好像 确实我认识的有些人当中的话呢 就有些人 平时都是 我说这个事情要怎么样 你一朦朦朦朦到那边去 哈 没事 你说就说 我到那边去吧 不行 那边不行 你可不可得 好 没问题 我到那边来发现 这样的话 有些人真的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见到的话 大家都比较 对别人也是比较好 自己也是比较快乐的话 那跟相处是也好 就是什么样的都还是 就可能死的时候也是 哎 生病就生病也没什么 我反正念周围吧 什么时候死就可以 心好像很放松的 心不紧张 不是帮得很近 这样的话 任何时候都是应该很开心的 就是这样的 菩萨也是这样 修行什么呢 按了教育诸法的灯尺 一地菩萨以上的话 他们也是专门有一种修行 有些修行呢 他的这个按了教育一切法的 那么这样的话 菩萨就是处在任何的 就是哪怕是用道隔你的身体的话 他也是是感受一种快乐 他是其实有真正的证悟和凳赤 有真正的证悟和凳赤来驾驭的话 在你人生当中的什么样的 就是以前文革期间的很多高僧大德的 被祸哨啊 就是我看到有些上市的专辑里面的话 确实那个时候还是 很多都是参不忍睹的 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残忍 那样的这个时代和现在比较起来 现在我们有些人的这种痛苦的话 完全是心灵的痛苦 就根本不是身体上的痛苦 也不是外境给你带来的痛苦 最重要的可能自己的业力啊 吸气啊 就太执着啊 帮得很近啊 这样的这个痛苦 那如果真正是用那个 用这个祸哨的这个道啊 就是就直接刺入到 就直接刺入到 你的这个肌肉当中啊 你的肠子里面 那那种或是这种 人世间是很难以忍受的 但是有些大德的话呢 就是他不愿意设起这个三宝 就是你怎么样都可以 我无史以来都是就是可能 这个奉献过很多身体 但这次就是为了三宝而奉献 有些这样的一个非常勇敢的 这种信念的话呢 那身体上呢 身体上的所有的伤痕 所有的这种痛苦的话 他冷身受得了 这些事情是 还是非常这个祸生性的一个势力啊 就是大家也应该可以 有时候会想一想 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 就是觉得是很痛苦的话 其实是真的不痛苦 就是就自己觉得啊 就是我是在世界上 是最可怜的人啊 最痛苦的人啊 当然我们有些生病 可能会有一点难受 除此之外的话呢 这样有吃的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吃的的话呢 我都是想过 就是我以前 刚开始出家的想法 跟现在的想法 是真的不同的 我不知道晚年是怎么样 但是晚年也许我 就别人看起来我特别可怜的话 我心里还是应该 就是最多的可怜人事件事 我当成乞丐 就是或者是我关在监狱里面 除此之外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这两件事情 我也想过很多次 也许不会很多的这种痛苦啊 就像米拉里巴以前也说过 我亡年即美心安了 什么无不安是即快乐 赐也乐是必也乐 我决一切皆快乐 就是应该 我不敢说是到达这种境界 但是呢 确实是因为依靠这个三宝的价值 多年以来对那个大德们的这种修行吧 就是可以说是 就是什么样都是快乐的 就米拉里巴说 吃也乐是必也乐 就这样的话也快乐 那样的话也是可以 总而言之的话 你什么是什么的话也可以 让我贫穷的话 就像修行奇奥里面这样的吧 就是如果对众生有力的话 那就是让我死 如果对众生有力的话让我病 如果对众生有力的话让我健康 就是那也可以怎么 只要对众生有力的话 就是实际上是让我怎么样的可以 我的心态可能当时是有一些变化的 但是这种变化呢 重的方向和重的这个原则 我可能不会变的 我都看那个阿迪萨尊者的专辑的话 阿迪萨尊者的 其实是他有时候呢 还看起来好像那个心态是比较 变化比较大的一个 他有时候说 你们这个藏地呢 就是太贫穷了 像恶贵世界一样的 然后一会儿呢 你们藏地的这个水度是太好了 如果我们印度有的话 那我们天天都是用这个供养 我们从那个专辑当中看的话 他的那种心态变化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重的来讲呢 就是他对这个相的众生 和自己的这种安乐 就是并不是特别的在乎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就是真的是这个 这个快乐呢 就是主要是靠自己 对吧 就是中而言之快乐 是靠自己的 快乐如果依靠别人 而得到快乐的话呢 就是这是比较这个 比较不现实的 那现在呢 这个是智者的 这一段话呢 其实我们这个库罗专门导人 我相信你们有些 想好好修行的人呢 就是好好的每天都度一下 就是可能暂时不行的 因为你们刚刚那个听到的 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听了 今天马上专门导用可能不行的 就是你 就是当一会儿下来以后 可能还是有痛苦啊 有这样的 但是如果这个 我们不断的就是每天都度一点 每天都度一点 你再过五年六年的话呢 一直没有离开身体 一直这样度的话 也许五年六年以后的这种创新呢 你就以后呢 啊我以前没有得过快乐专门 到用之前的话呢 我是很痛苦的人 但是因为得到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现在是很快乐的 有些人说这个什么那个心脏 这个什么什么药没有得之前的话 我现在很不好的 因为有了这个药以后 我现在就是什么都很好 就是有些人这样讲的嘛 这也是心里的妙药 就是也许你说啊 就是这个文章 我以前没有得之前的话呢 我确实是人生当中有很多比较 有些人或者说是不成熟的这样的这种思维 但现在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里面的这个法的价值呢 就是让我还是明白了很多道理 我想是现在我也翻阅过就是 东西方的很多心理学家的文章 也翻阅过就是现在著名的高大学校 他们所研究的一些 治愈这个心理疾病的一些理论吧 但确确实实不是这个自然会堂 就是自己感觉呢 这些道理是真的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 就为什么说这个丹比尼玛达德 就是在这个接近一百多年前的时候 对我们的这个后人呢 留下了这么的这个树上的窍诀 为什么是他们当时呢 不一定有这些痛苦 但是现在我们人的这种心理呢 确确实是有这些痛苦 有了这些妙药的话呢 就是我想我们很多的众生呢 可能会是真的是有利的 就是所以说可惜呢 就是这次我们听众说 不算很多的啦 就是到一天比一天少 就是说也没办法 就是这不是大圆满 肯定你们很多人都不想听 如果是大圆满的话 那听不懂也是觉得是 啊这样我是听大圆满的人 我自己也是很大的 这个哭了专为道友 那我也没有什么哭 就是什么专为道友 不是我还是在家里好好睡懒觉 就是现在我们真正在讲课的时候 有些人都是肯定在做美梦啊 就是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好好听 就是有些虽然听了 但是他就边吃东西啊 边炒菜啊 就是边什么这样那样的 也没有认真的听 没有认真的听的话 那就是这个就是 作为智者的话 有时候很难听懂的话 那就是那些心散乱的人更不用说 这是前面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而愚者们呢 就是希望空外境当中就是 找到快乐 进而呢就是奔波 就是现在世界上的 真的大多数人 我们不敢百分之百 但是很多人 我们经常遇到的时候呢 真的真的这样想 哎呀为什么就是这些人 为什么不关一关自己的心啊 就是其实真正的外境上 是找不到这个快乐的 就是就奔波啊 就是现在的这些人们都是真的是 就是特别辛苦 尽管呢就是他们谋求大大小小的这种快乐 有些是感情上的快乐 有些金钱上的快乐 有些是地位上的快乐 有些是凡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快乐 而这个奔波 短暂的人生当中 你得也好不得也好 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的 但就是都成了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权力在他手 土法呢就是刮树上一样 就是这是当地的一种 这个就我们经常 就多想了 就是很多那个老相啊 就是这是一般民间的一种说法 其实这里面说的是还是对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权力 全部都是在别人手里的话呢 那你一点自由都是没有 就是你不可能永远是快乐的 因为你就受到别人的这种控制 没有自由的话呢 那你不可能就是快乐 一旦就是他这个接触了 对你的这种控制的话呢 你可能有自由 你可能有这个快乐的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 如果我们的土法呢 就是挂在树上 或者是跟什么这个 树牙啊 就是这些都是把它就是抓住了 就是这样的时候呢 那你这个人就没办法 就是以前古人的话呢 就是土法比较长 就是比如说你到森林当中的时候 你的土法呢 就是被那个树已经抓住了 抓住的时候呢 那你的土法被这个树挂上的话呢 就是你身体怎么动也没办法的 一旦这个就解开以后的话呢 就是那你有自由了 就是这个一种这个说法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就像世间人们就是说 权力在别人手里 你也不可能快乐的 土法在这个树上挂着的话呢 你也不可能自由的 就是你一直是 就像牦牛算在这个树上 就是什么这个 算在这个桩子上一样的 就是不可能自由的 那快乐呢 就是不会到来 快乐呢 就是不会齐全 快乐呢 就是不会到位等等 常常呢就是事与愿违啊 就是如果是你真正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快乐呢 就是希望在这个别人的这个身上的话呢 首先是这个快乐是不会到来 比如说我们世间的一个感情来讲的话呢 你觉得是感情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我这个快乐呢就是依靠于就是某个人 就是什么某某人的话呢 那可能出现呢就是不一定这个到来 如果到来的话呢就是他不一定就是全面 就是他给你可能给的是只有部分的 就是他不是给的是全部的 然后你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他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呢 也许是不到外的就是他认为是对你有一种爱 但是这种爱呢就是你要的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能是完全都是就是背道而驰 就是或者是这样的 这是从世间的感情方面讲的 或者是从金钱上讲 金钱上讲的话呢 你觉得是有钱呢就是肯定会快乐的 但是有钱很快乐的话 你就拼命地去赚钱 但是一般是可能通过钱就是得到的这种快乐呢 不能到来就是 就是或者呢就是说钱 依靠钱财而得到的快乐呢就是不齐全 就是他可能你只能赚到一部分 但是呢就是还没有赚到 然后依靠钱财来给你的真正的这种快乐的话呢 就是还不能对好如做 就是也许可能钱财呢就是带来的就是这种快乐 不是你所想象的 你所想象的更快乐更微妙 但是呢他一直是得不到的 就是所以这个事情呢真的是 现在很多世间人们呢就是如果是动到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呢 就是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啊 就是就往往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这个 这个愿望跟你得到的这个世界当中真正得到的这种成果的话呢 就是与你远远备彻啊 就是完全的是你的这个意愿跟这个事实呢就是相伪 就是一直是抱不到这个目的 因为你的是你觉得是依靠别人来就是给我一种快乐 现在世间人很多都是这样嘛 就是我希望就是你给我快乐 比如说父母的话呢就是就把希望呢就是就寄托在这个自己的儿女上 但是儿女的话呢经常不听话啊就是经常不理你啊就是这样的 然后或者是这个家人的话呢就是互相也是是这个 你就一定要给我这个满足我的所有的快乐 因为我对你很好的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往往都是你要的快乐呢 就是对方没办法给 没办法给的时候呢你也很痛苦 他也很痛苦 就这样的世间的人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快乐呢就是确实是变成一种你的所享受的一个外境的 就同样的或者是房子或者是轿车或者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这种 外面的这个优善万事的话呢 有没有呢就是有部分的人就是依靠这个来得到的快乐是有没有呢 还是有的 但是这种人的话呢并不是把自己的所有的快乐就是寄托在别的这个外境上 如果你的自己呢就是也知道是有一部分的快乐的来源是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也挑战 然后呢把怀缘呢就是做成一个你的部分的快乐 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这世间的这种快乐呢你可能会得到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始终是得不到的 所以说呢他这里如果把这个愚者呢就是确实把这个所有的快乐寄托在外面的话呢 就是他这里都有不同的就是不会到来不会这个期权就是让快乐呢就是不会到位 等等就是常常是你的这个事与这个愿向外 而且的话呢就是愿地啊道治啊等等就是顺害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 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啊就承续而入 就是他对这些顺害的话呢就是也是有几可乘的 那么有天呢的这个肺炎那吗你的快乐呢就是可能会这个啊就是啊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就是騒纵即逝就是因为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 本来就是现在我们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有些男女的话呢 就是要结婚啊就这么这么就是要过得特别特别美好 结果呢就是在这个结婚的当中就是什么他婆婆说了一句话 就是什么他婆婆说了一句话或者他公共说了一句话 然后呢就是 整个这个美好的这种 这个电影呢 就是只有束长了 就是没办法呢 就很多事情的话呢 因为你的这个快乐 全部都是寄托在围人上 但那个时候 稍微在外面 就是有一点费意啊 有一点小动作 有一点行为的时候呢 你就快乐呢 就是因为本来 你的快乐是很脆弱的 就是你是特别的愚笨 特别的愚笨的话呢 你觉得是 就是对方是快乐的源泉 其实对方快乐源泉的 这种想法的话呢 就像《报纪经》里面讲的 《报纪经》里面讲的是 就是智者和愚者的话呢 一个是像这个什么 比如说一个人就是 外面丢石头的话呢 就是狮子是他就过来抓人 就是他觉得是 这个狮子的来源是人 然后恶狗的话呢 就是他就不知道 就是他就追石头去 所以我们这个快乐和痛苦的来源呢 智者是知道是跟自己有关系的 而愚者的话呢 就是一直是跟这个外境有关系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道治也好 就是这些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入籍可乘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在世间当中 遇到了一点点的非议的话呢 那你的快乐呢 就是当下就消失了 结果的话呢 就像是这个乌鸦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进行的 护养杜鹃的孩子的话呢 都不能成为自己的这个孩子一样啊 就完全是不可信呢 就是你如果一直把这个 其实这些比喻是真的很有意思的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还是好好地想一下 我们一直认为是这个 这个依靠外境来给我带来快乐的话呢 实际上是是这个是真的是不显示的 不显示的 就像这个乌鸦的话呢 就是他就非常尽性的 就是他在我里面有一个杜鹃的这个孩子的话呢 你要像样他呢 就是不行的 因为乌鸦子 像我们藏地的话 乌鸦子天天夏天也在这里 冬天也在这里 但是那个杜鹃的孩子呢 就是你就 你认为这是我的孩子 就是你精心地去养 但是他长大以后的话呢 他自己就飞住了 你看我们这里 一般冬天就是杜鹃 杜鹃是哺骨鸟啊 就是哺骨鸟的话呢 基本上是冬天就没有 就是夏天三个 一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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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一直这样 然后如果一个乌鸦 就是觉得是啊 就是这个杜鹃的孩子 就是应该是我的孩子 就是他就像 最后非洲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特别伤心的话 没有用的 就是本来也是 外境就是杜鹃的孩子 就是让你再怎么样 就是精心养的话呢 就是他不可能 给你永远的这个快乐 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批语是 外境就是我自己觉得是 外境给我真的快乐的话呢 他这是暂时给你带来一点 实际上呢就是得不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这个殊胜的这个窍诀啊 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窍诀 那最后呢就是智慧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就是天生劳累啊 就贵魅呢就是烦恼 自己痛苦的下场 就是最后的话呢 因为你再怎么样进行努力的话呢 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到最后呢 其实轮回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辛辛苦苦的 就是挣钱也好 就是什么事情呢 到最后呢就是还是很悲惨的 所以最后的话呢 可能天生也没办法 就是他们也劳累了 就觉得是这个人怎么愚笨呢 就是这样做到我也帮不了你 就是他也劳累 然后这个一些贵僧的话呢 就是他们也很烦恼 这个人是真的太愚笨了 就是他们都是对你通信 就是他们都对你这个贵僧 贵僧本来就是对他人 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利益的信 就是但是他们也觉得 这个人太可怜了 他们也生气烦恼 实在是自己的话呢 就是也更痛苦 因为他就一直认为 这个外境是给我带来快乐 就是结果外境的话呢 外境就是杜鹃的孩子 就是杜鹃的孩子呢 杜鹃的孩子呢 给乌亚怎么样也是 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 真的这些窍诀的道理 就是我看这个不知道 你们听懂了没有 就是我自己觉得是 现在世界上呢 就是我们世界上是 现在有七十多亿的这个众生 就是但是大多数的人的话呢 真的是把自己的快乐 就是寄托在这个外面上 就是外面上 那这样的话呢 大多数是不快乐的话呢 就是其实是跟自己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这是会及白耀的 就是一个关键的忠告 就是真理作者来说是 上面是确确实实是 只有这个败重这个要点 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就是这种关键的忠告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 真的还是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动到的话呢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就是米拉里巴尊者也是说 心随乘脑者 生种种困扰 就是如是学佛者 是在苦痛中 如果你真的不懂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能 心随着外境这个转 就有种种的各种各样的困扰 那这样的学佛者呢 就事事都是在痛苦当中 但我们作为学佛的人呢 就是至少自己呢 还是有一个窍诀吧 对吧 就是自己有一点窍诀 那天有一个医生说 他痛得特别痛苦 说的 我说你不是一辈子 就治别人的病吗 就是那你自己 还是稍微有一点办法吧 就是我们佛教徒 也是经常 还经常说是 弘法立身啊 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们要好好学前行啊 你们要好好地 弘法立身 但是自身烦恼的时候呢 就是什么尼菩萨 就是自身难保 那个时候自己也是很可怜的 所以这些道理的话呢 就是真的是窍诀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感觉 我自己觉得的话呢 却是我们当今的 这个很多的众生 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的 这些众生的话呢 真的是为了这个金钱 为了感情 为了生活 为了奔波 当然奔波是可以的 为了生存是我们的奋度 就是佛教也是从来都是不较之 很重要的 但是你也不要认为是 所有的外境 就是对我带来的这种快乐的话呢 就是有一定的困难 现在有些心理学家 就是他们精心地研究 精心地研究 最后呢就是他们说是 啊外境上是一点快乐都没有 就是他这种什么 这种说法呢也是是不对的 就是外境上是有快乐的 内心当中一点快乐都没有 其实也并不是 内心当中还是有快乐 不要说是我们就是 人家那个庞生都是有快乐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小牛啊 小猫啊就是这些的话呢 他们在夏天就是特别快乐 就是就跑来跑去啊 就是他们快乐 人家动物都有快乐的话呢 我们人类有没有快乐呢 就是有快乐 但是这些快乐的话呢 就是并不是全部都是 一颗外境而带到的 就是一颗外境而带到的 应该说我们有没有快乐呢 就是是有快乐 但这种快乐呢 就是也是跟自己的心啊 是有一点的关系啊 修道中这个苦心痛苦专为道用 还有这个断法当中呢 也是所说的病魔专为道用啊 道用的其他窍诀呢 虽然很多的 我们一般这个就是修行 这个妖句里面讲的苦专为道用 还有断法里面呢 有时候病啊 就是这些专为道用的 这样的这个修法也是很多 巧诀也是很多 理论也是很多 尤其是我们痛苦专为道用 是这些一般在断法里面 是比较多的 断法里面跟那个 《般若经》的教研 和《大圆门》的这个教研 还有一些这个大树印的教研 就是凡是这个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很多的 汉地的这个般若法门当中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虽然是很多的 但在这里的话呢 主要是根据 就是甚至寂天菩萨的这个 这个《入行论》 很多道理都是 其实《入行论》里面讲的 只不过是在这里 以窍诀的方式 来给大家讲的 还有呢 他的这个最胜者们的论典 就是最胜者们 像这个阿底下尊者也好 我们藏地的 《无垢光尊者》 《莫彭仑伯》 就很多的这些大德们的 这个教研和论典 《尖尔移动》的讲解呢 就是普遍科性的痛苦专为道用法 这是世俗的这个痛苦专为道用法 就是就讲了 然后下面呢 讲的是那个生语 就是这个痛苦专为道用法 就是那么这个是怎么讲的呢 前面这个世俗痛苦专为道用法呢 还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我们很多人 就是因为世俗的人吧 就是还是有一些痛苦专为道用 最好是自己还是有一种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有智慧的人的话呢 他出门的时候 就是自己带一点药啊 就害怕万一生病的话 那就是怎么办 就是让他带一点药啊 就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如果去高宴上的话 就是如果这个阳气不足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吹风肝冒呢 就是就带一点肝冒药啊 或者是这样 就是自己带一些药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人生路当中的话呢 就是经常会可能生病的 经常会性病的话呢 那这样的药呢 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建议呢 还是经常就是带上 就是这是一个方面的 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思义而这个痛苦专为道用的方法呢 依靠这个破四边生的道理啊 就是然后呢 就是立正观察 不用说是这个痛苦恶缘 恶缘痛苦本身 连他的这个性命都是了不可得的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 他生共生在这个 私生没有的话呢 那就其他的这个参生方法都不可能有的 那同样的我们的痛苦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痛苦呢 自生也没有 他生也没有 然后那这个可能没有学过中论 没有学过入中论的 有多少人 学过入中论的有多少人 学过中论的有多少人 学过中论的有多少人 哦 好像还可以吧 嗯 其实你以后还是要学入中论里面 就是讲的这个四身就是比较这个广啊 就是真正知道是这个主法是没有参生的 就是痛苦 痛苦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的我这三四身都没有的话 难道痛苦也不可能有的 痛苦也不可能有的 还有那个 就是那个汉底的宗经龙当中也是这样的 就是一切善恶酷勒因果 并世俗有生意中无有 就是后面还有一句叫什么呢 就是我以生意言不可得 就是这个依靠这个生意的话 就是言不可得 所以在汉传佛教当中呢 就是也分那个世俗地和生意地吧 就是在世俗当中的话呢 因果啊 山啊 扣拉啊 就是这些都有的 在生意当中的话呢 就是连这个这种 这种家命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当然这个得不到的话呢 应该是需要有很多的这种 教证和理证来这个推测啊 就是推测的时候自己也知道是真的主法是 这个生意当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主法不能产生的话呢 就是到最后就是按照佑世宗的观点的 这个无分为称就是不成立 然后这个心是刹那 就是无分刹那不成立 通过这样的这种观察方法是 中管的就是最好的一种观察方法 我记得《无光尊者如意宝藏论》的十二品当中 专门讲了很多的这种观察时间长短 其中有一个观察时间长短的话呢 有一个是怎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认为是这个 这个时间就是长短是存在的 或者就是说无分为称存在的 那无分为称存在的话呢 在一个 这个 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物资里面 就是照射的这个太阳 就是阎光 阎光和阴子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种为称 比如说有一百个为称 如果有一百个为称的话呢 那我在这里射箭 射箭的时候就是这一百个为称呢 就是都是经过这个一百个 那经过一百个为称的话呢 那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有没有长短 如果你说是时间没有长短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界也是变成了一刹那 如果时间有长短的话呢 那说明就是他经过的这些无分为称的话 那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无分的 有分的就是他还是有靠前面的 靠这个后面的也有这样的观察 不知道你们这样说的话明白明白 就是还有呢就是 还有他的那个心是这个无分刹那的这种观察方法 比如说我是一个人 然后我呢就是前面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这个天术 就是一个叫做天使 一个叫做共使 然后我前面就是有这两位人 这两个人的时候呢 我就第一个就是参生一个 就是这个心是刹那 就是这个心是刹那 也就是说天使和共使的 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是天使 比如说我们就讲的是这个叫做圆观 就是这个叫做圆影 就是两个人吧 那就我就心里面参生 就是这首圆观圆影 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心里 一个刹那 如果一个刹那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一个刹那 实际上是应该变成两个刹那 为什么呢 我刚才那个圆观的这个 这个是圆观的那个心是呢 实际上是 也马上呢就是变成 因为他同一个时间当中 有圆观和圆影的这个心是 圆观和圆影的心是的话呢 那我制作这个圆观的这个心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个刹那 还有呢就是靠近这个圆影的这个刹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就变成了两个刹那 两个刹那的话呢 就是在圆影上面呢 也有一个刹那 那这一个刹那的话呢 也是是靠近这个圆观的刹那 和非靠近圆观的刹那 也有变成两个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两个前面是这个圆观的两个刹那 后面是圆影的一个刹那 这两个有没有时间长短 如果你说是没有时间长短的话 那刚才你命已经延长了 就是如果你再没有延长 再没有长短的话呢 那这个戒也是变成了一刹那了 就是有这个 如果你是这两个是有长短 有长短的话呢 你在怎么样这个推测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你刚才的一个刹那 跟这个两个刹那 然后这一个刹那的话呢 也同样的就是 它有靠近前面和靠近后面的 这样的观察方法的话呢 最后呢就是知道是 我刚刚就是觉得是 这个圆观圆影的一刹那间当中的 认为是这个没有什么可分的 这样的形式的话呢 实际上在这样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也可以分很多很多 最后的话呢 我自己认为是 我刹那间就是看见就是圆观圆影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它就两个刹那 两个刹那 就是又变成了四个刹那 又变成了无数个刹那 又变成了一千个刹那 这样的话最后的话呢 好像我自己认为 自己的这种信誓的刹那 就不能得到的 就不能得到的 所以如意保证论里面 有很多的这样的 给我们平时的这个中观和 中观根本会论呢 就是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中观壮论呢 就是六十真理论呢 七十空性论呢 这些当中并没有讲的 有一种特殊的一些 这种观察方法吧 最后呢就是知道 诸法神医当中是尿泊科的 四处当中是如马如换的 然后有了这样的境界以后 在这里就是可以按住 所以我们这个 有些年轻人呢 就是稍微有一点 自己以前读的这个书啊 就比较多的 就是自己真正有辨别能力 分析能力的人呢 我建议呢还是多学一些 中观啊 隐秘啊 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 你的分辨量很容易出汇的 我们现在世俗的这些人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扎念 就是你认为是佛教里面的不对啊 就是这个智慧不那么殊胜啊 如果你自己去学这些法的话呢 最后你觉得 哇 虽然我以前学过西方的什么 这个哲学啊 就像我昨天讲的一样 就是不管是这个阿德勒也好 还是这个弗洛伊德也好 融格也好 虽然我学过心理方面的这些知识 还有这个亚历斯多也好 还有这个什么就是 这个我们就是西方的很多哲学家 就是这个柏拉图也好 他们的哲学 但是真正以佛教的有些智慧 想比较起来的话呢 也许可能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也有一种新的收获 所以我想呢 就是这个这种痛苦的话呢 生意当中是连他的虚名都不存在 那这句话很很重要的 就是痛苦是确实在生意当中 连他的这个痛苦的名称都没有 就是不要说痛苦真正存在的 你如果学的中观好一点 大人们学的好一点的话呢 那就不要怕痛苦 就是连痛苦的名称都没有 你还要连名称都没有的话 跟神女的儿子没有什么差别的 你还怕什么就是 怕什么痛苦就是 所以我们下面就是 心安住于这个相续啊 就是实相空性 这个殊胜其灭的境界当中 甚至呢 从中其定也不会像这个 以前一样就是生起恐惧啊 危惧啊 缺略的这个心啊 就是不会这样的 而是应该是这些痛苦呢 就是都是知道是 它是这个虚名嫁合的 这样的见解来说胜负一切 所以关于这些道理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空返不俗啊 就是那个 在这个作者的话呢 就是他这里没有把那个 生意的这个中观的这些 这个观察方法 大圆满的这个按住方法 大收音的这个窍诀啊 没有讲 就是这是给我们 简单地讲了一下 就其实这句话还是 很有甚深的意义 真的我们如果生意当中 来观察的时候呢 痛苦的虚名都没有 我好像 原来看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很有疏忽的 就是虽然这个文字很短 我想是确实这样 生意当中的话 不要说是痛苦 就是人家痛苦的虚名都没有 这句话还是 对我个人来讲 疏忽很大 因为我也学过很多的中观嘛 就是中观的利路 来观察的时候呢 确实这个不要说痛苦 就是人家痛苦的名称 都是得不到的 连痛苦的名称都得不到的话呢 那这个怎么会是得到呢 就是它的本体是更不可能的 跟生女的儿子没有任何差 所以我们世俗当中呢 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痛苦转为盗用 而生意当中的话呢 连他的虚名都得不到 那怎么得不到的话呢 那你不相信 你去学一下中观转用论 对吧 你学一下这个中观根本会论 就是学一下如意宝藏论 就是看痛苦真正能不能 如果你真的痛苦得到的话 那我给你这个金牌 就是鹰牌的奖 就是谁得到痛苦 如果有得到痛苦的人 你们谁得到痛苦生意当中 来据述我给你们 给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吧 真的我把那个 我看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 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生意当中 如果你不要说这个痛苦 这个痛苦的名称都得得到的话 有没有啊 有的话据说真的 有没有啊 如果连痛苦的名称都没有 生意当中就是 现在生意 就是我们现在生意当中 就是在真正的正事意当中 痛苦的名称得不到的话 那我们还要怕什么 就是我们哭什么呢 对吧 就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是 战胜痛苦不是难吧 就是真正正事意当中 这个痛苦的名称也是没有的话 那痛苦还有哪里呢 就是就确实没有了 所以这个 我当时这个 看到这句话的话 虽然我们经常学的 这个中文的道理 就是就一样的 反正这些道理是 可以说是这个 二三十年以来 就是就每年都是学过 每年都懂 但是好像有些时候 一句话就是 对我这个 还是疏忽很大的 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也是 今天你如果你得不到的话 那就没办法 你不想得奖是吧 要得奖的话 至少我的这个差别给你 如果你生意当中真的 真的得到 谁得到的话 我就给那个 我说生意当中 没有说世俗当中 世俗当中痛苦得到的话 那很多人都说 就是世俗当中就是得到 生意当中 谁得到痛苦的话 我就给这个差别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们还是可以有学中文 还可以 好吧 那就好 没有痛苦更好的 好吧 我们大家都快乐 好吧 今天稍微完了几分钟 明天还有课 明天后天 这两天都有课 你会有没有 我跟他说 我应该是一年 再出事 我应该是一天 我应该是一天 好 你不想要